巴顿将军有一句名言,衡量成功的标准,不在战略顶峰的高度,而在跌入低谷的反弹力。 这句话对30岁后的人特别适用,为什么呢? 20多岁的年轻人,有着年龄的资本,年轻就意味着容错率高,即使走错了路,也能迅速更换赛的,重新出发。 可是,一旦过了30岁,青春渐渐耗尽,家庭的责任担在肩上,社会的压力陡然增加,我们已不能像以前那样轻松协议,更无法说变就变。 这个时候,再遇到挫折,除了死靠,其实无路客逃。 更何况,人生在世,职业不能保证一帆风顺,即便你万本小心,做对了99%的选择,仍然可能碰上1%概率的黑天鹅事件,而导致功亏一会。 因此,如何面对你已经,并且迅速重整其谷,找到再次突破的切口,便直接决定了你能够走多远,笑多久。 著名作家古典老师就说,一个人的抗逆力,也就是应对挫折的能力,有时,远远比这个人规划和预测的能力要强,因为这么长的生命和这么多的变数,谁都预测不出来。 三十岁前,一队九狂哥,一丈的是自己的年龄与经历,三十岁以后,逆负重前行,拼的就是抗逆力,一柔克刚,是抗逆力的正确打开方式。 而立志年的表姐,最近病倒了,我去看望她,只见她面色苍白的躺在床上,挂着掉水,我包了半橘子放在她嘴边,她也只是虚弱的摇了摇头。 我问她,平日里生龙花骨的,怎么一下子就病倒了? 她愤愤不平的说,别提了,还不是被工作榨干的。 表姐研究生毕业进入一家设计公司,一嘎就是五年,去年公司裁员,表姐幸运的留了下来,可是工资不升反降,但表姐是个要强的人。 她在心底暗暗发誓,三个月内,一定要凭借自己的力量,重新拿到高工资,于是她拼命努力,每日没夜的工作,尽力让每个任务都完成到极致。 同事周末逛街,在商场里写评时,她在和各种方案做斗争,老公送来晚饭的时候,她把自己坐在房间里做报表,连续一周她顶着黑眼圈, 抱着电脑设计PPT,不出意外,不到一个月,就病倒了,前面的努力基本白费,老板的脸色也不好看,看着她那可怜巴巴的神情,我对她说,在工作中,你看起来很坚强,实际上脆弱得很,因为你不敢面对自己的真实感受,只是被那些无谓的好胜心牵着鼻子走。 好胜心本身没有错,色斗本身更没错,但好的抗逆力需要正确的打开方式,绝不是无脑死磕,而是需要热性与耐力。 尤其是当你已经告别青春,身体机能已经不在巅峰期,在用拼身体的方式来断抗挫折,往往得不偿失,一味的影评和逞强,恰恰就暴露了你的弱点,就是恐惧和不自信。 所谓抗逆力,本质上是一个人处于困难、挫折,失败的逆境时的心理调节,和积极应对的综合能力。 真正心灵强大的人,不会盲目的行动,去掩饰自己内心的兵荒马乱,不会压榨自己,苛求自己以求良心得安,不会用战术的钦断掩盖战略上的盲目。 三十岁后的你,不能再像锤子,钉是钉,毛是毛,而要像一条橡皮筋,懂得在需要时及时发力,亦懂得在受挫时及时止损,好好调节身心,去世待发。 你弱胜强,是高度位的抗逆力,是当在你镜面前低头示弱,也是抗逆力强的一种表现。 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说,反者道之洞,弱者道之用,当你强到一定程度,往往就开始走下坡路,变成弱的起点,而当你弱到一定境界,往往就是强的开始。 冯梦龙曾经说过,文和而不顺从,叫做威仪,也谈而不显露,叫做妙术,生,是进取的方式,吃,是保全自己的手段。 适当认识,有时也是一种战术,这体现了心理学中的幽形思维,急于取之,先于之,再让思维和行动,来个180度的大转弯。 这就像玩模仿,要想把某一颜色的方块,放到想定的位置,无论如何都不能静止去放,这样的话只会与素则不搭,而必须先把方块放到其他适当的位置上,而后再去土而进。 也就是说,有的时候,如果没有足够的退却,也就没有大太步的前进。 中国有句古话叫,退一步海阔天空,基本意就是以退为进,迂回而进。 很多人对此表示不甘心,我要是后退的话,那不就成书得起的弱者了吗? 弱并不是人生低谷,而是积蓄能量的一个阶段。 承认自己弱的时候,实际上也是不断审视自己,壮大自己的一个过程。 这个道理,年轻的时候不容易懂,越近千万后,才能体会其中真意。 古今大智慧者,往往在自己的事的时候,能察觉到未来现在的危机,而在自己失忆的时候,能不慌不乱,积攒能量,等待机会来临。 比如越王勾剑,甘愿向敌人王夫差示弱,卧心肠胆,几年之后,终于有心人天不负,成就了三仙乐家和吞吾的佳话。 刘邦也懂得手弱,他从一个小小的似水停战起步,在项羽失强时韬光养晦,积攒力量,后四季而动,祭拜项羽,成就千秋霸业。 当你弱的时候,没有人会给予你的成就,没有小人在你背后使半次。 这时的你,处于一个安全的状态,也是积蓄能量,重整其骨的最佳时机。 二十多岁时,我们都意气风发,恨不得指点江山,西洋文字。 三十岁后,我们见过高山,对天地,事情,便充满了敬畏之心。 抱低姿态,不在于压抑自己,而是在于能够更清醒的认识自我。 不在于封城他仍以达到自己目的,而是在于对待周遭的人或事物会更加坚和。 不在于懦弱和胆怯,而是在于能够更加理性,地表达自己的雄心和抱负。 记住,身在谷底,四面八方都是向上的路,敢于正视和直面自己的弱,才是强的开始。 真正的成熟,就看你如何面对逆境。 最近大火的延续攻略,里面的主角魏英洛,就是抗逆力极强的例子。 他屡屡被人算计,陷入逆境,但机智勇敢的他每次不仅能够化险为夷,还能将记就记,回敌那些知情叵测的人。 秀与玲珑偷走孔雀与线,并毁坏了英洛为皇后缝制的凤袍。 可经洛淑听皇后解简,就选用了陆绿绒毛来代替。 不仅让自己逃过一劫,反而应获得福,获得皇后赏识,入了长春宫。 当他负责看管的福建最共利之术遭到家瓶破坏后,他急剧的尖锐过安在高贵妃的爱选雪球身上,还在殿内当着皇上的面,搬出了高贵妃利用雪球下坏于贵人的旧账。 不仅为自己脱了罪,更是帮于贵人出了一口恶气,将高贵妃得到了应有的惩处。 他能够一次次的画逆境未顺境,靠的不仅仅是谋略,更多的是勇气,和不及不许的姿态,被应落身处波绝于鬼鹅后宫,自然成长得要快一些。 我们普通人一般不会面临那样险恶的环境,可是人到三十,如果你还不懂得如何面对逆境,那这一辈子早晚会栽大跟头。 不懂得逆境必须的人,从来都不是生活的智者,立志传奇,你刻骨折,当出生时就没有自制,在外人眼里,他就是一尊残破的雕像。 在行动方面,这附屈体带给他的是灾难,他无法走路,无法写字,但这并不妨碍他思考和说话,他仿因富有雌性和感染力,思路清晰,语言幽默,他从几乎是绝境的状态下一路攀爬,把自己的缺陷变成激利亿万人的宝贵财富。 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,三十六岁并兼陈炳赤道,当时还是燕帐之地的贵州农场,险些丧命,可是他却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,潜心智学,最后农场悟道,开创阳明新学,忠诚一代圣人。 无语有云,改文王阙而言周易,众你恶而作春秋,屈原放逐,乃富离骚,作修施宁,绝有国语,孙子并角,兵法修炼,不为千属,是传旅来,孔子,孙子也好,屈原,吕不为也罢,都是在人道中年时,遭遇厄运,有都是在你境中,蹦发出惊人能量。 可见,毕竟并不是你人生的坟墓,而是你新事业的摇篮,脾气泰来,之前的过渡阶段,他带给你的精力,勇气和智慧,是多少金钱都无法买来的。 周国平在《面对苦难》中说过这样一段话,苦难之所以成为苦难,正在于他撼动了生命的根基,打击了人对于生命意义的信心,因而使灵魂陷入了巨大的痛苦, 一种东西能够把灵魂振醒,使之处于虽然痛苦却富有生机的紧张状态,应当说必然有某种精神价值。 横看成领侧成风,换个角度看,灭境与成功,又时时相辅相成的。 真正的强者,不因幸运而固步自封,也不会因厄运而一蹶不振,他们善于从瞬境中找到阴影,从逆境中找到光亮,时时较准自己前进的目标,把逆境转换为有抑郁自己成长的方向。 说一千,到了一万,三十岁以后的你,应该看清生活的真相,同时保持对生活的热爱,不要对生命里的苦难充满乐队,也不要逃避,堕落,蹉跎,要相信,那些人生的苦难,终会被我们锻葬,变成你日后的宣章。 马志恒,复述先军作者,九五后中文系女生,喜欢文学,旅行,音乐和舞蹈,热衷于一切美的事物,李清宇感性并存的双重人格,用文艺的观点,看世俗的纷繁,愿与你共通不忘初心,砥砺前行,微博,简书,at,马志恒,本文受发复书,id,kolfuk, 百般新中产生活认知学院,归付书所有,毕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